路上孕妇骑车前座载着两岁小女童准备去买早餐 这是18号早上7点多 孕妇出车货前的骑车画面 当时母女俩都有戴着安全帽 而肇事的吊车就跟在后方 怎么都想不到几分钟后 母女俩遭吊车撞上夺走小女童的性命 事发后隔天一早 孕妇丈夫回到事故现场找魂 心里依旧充满不舍 法师挂杯好几次都没成功 女童父亲说妈妈目前仍在医院静养 身体只有轻微擦伤 肚子里的弟弟很稳定 还会提妈妈肚子 但妈妈的心里依旧难过又自责 如果今天走妈妈骑车出来 遇到这样的事故 我想也是很难说一定平安回来 所以妈妈在医院一直说 都是妹妹保护她跟弟弟 所以很自责 更悲伤的是 平常都是女童父亲开车载女儿 车祸当天因为得工作 才会让妈妈骑车载她 就照程序走我也不想再为难她 就照程序走就好了这样子 而赵氏的李姓驾驶母亲 也来到现场下跪道歉 驾驶母亲说 儿子开吊车有十几年的经验 这回出车祸 儿子很懊悔 希望家属能够原谅 也愿意负起责任 妈妈是不是那个李姓 这次也很抱歉 对 对不起 不要愿意这个事情 不好意思 招式驾驶的母亲满脸自责 但意外已经发生 再度的道歉也无法挽回性命 一场无情车祸 让小女童和家人牵人永隔 记者连员兵阳静 王百英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导 写真 伤导 留 本来 不